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致病 我们常听说 一个人说 我身体很好 所以我很少生病 从来也不曾听人家说过 因为我有气功 我不怕生病 尽量的生 没有关系 为什么我们练气功 练气功的目的不是为了现在 而是为了以后 六十 七十岁的时候 我的身体依然健康 因为我健康 所以我生病的机会比别人的少 而达到了一个养生的目的 当我们开始接触气功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到 没有任何单一的功法 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全身 气功是一个广泛整体包容在内 达到每一个身体部门的健康为目的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你去一步一步 游浅入神的了解它 你才能了解气功真正的目的 我们今天就拿最简单的呼吸来说吧 吸气 吐气 吐气 每一个人都会 可是在气功的领域里面 它就非常讲究 呼跟吸之间的相因果关系 吸气怎么吸 吐气又要怎么吐 这就开吐气 这就开启了气功领域的第一把钥匙 吸气 吐气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一般我们的呼吸都是吸气而入 而扩张肺炎 似乎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当我们吸气过程的时候 你仔细看看 我们鼻腔里面的温度 是不是微凉的 那在气功养生的目的来说的话 这就有了稍许的害处 所以在气功领域的接触上面 第一就从吸气训练起 我们不是吸气进入肺 把肺扩张 而是先扩张肺炎 制造了一个容器 让气自己流进来 注意我们用的是流这个字 所以我们是 所以因果的关系 把它颠倒过来 是先扩充肺 而不是先吸气 这样进入肺炎 进入鼻腔的空气 就是温和的 一个小知识 改变你的一点点的习惯 慢慢的累积 你的身体自然会得到一些改善 这才是练习气功初始的正确观念 而不是要求气功 一开始我要得到多少好处 然后百毒不清百病不胜 这在这个世界上 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要求见你 练习气功初始的经济 这是十分 kop 感谢观看